面色凝重来到太鲁阁号 罹难者灵堂慰问家属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 周一下午各自调研台北 及新北市的罹难者 侯友宜在辅大校方陪同下 为罹难的音乐系大寺女学生 宣读来不及领取的毕业证书 而两位市长在受访时 都针对交通部长林嘉隆 请辞一试表达看法 现在铁路已经 现在暂时那个地方也不通 还没通车 其实这些伤亡者也还没 还没救治完毕 甚至补偿还没处理 现在问题先解决掉 还有这个什么就防止以后发生 坦白讲 一个人的去留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把事实的真相 把它理清楚 让所有的受害者 以及所有的家属 能够很清楚的 来给他们一个交代 两名市长都认为 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厘清事故原因 抚平受害者及家属的伤痛 接着是检讨及就责 台铁一而再再而三的造型 让民众对我们的台铁交通的运输 非常的不放心 如果再重拾信心 让民众搭乘台铁 有一个安心回家的路 也是我们必须要刻骨铭心去检讨 期待这些事情因为有检讨 而不再发生 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这次泰鲁阁号出轨事故 造成50人罹难 其中年纪最小的 是来自投原原住民家庭的 4岁女童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健能成婚宝 黄晏林台北新北报道